定存裡面要怎麼樣快速可以把這個範圍做出來 那其實道理跟剛剛是一樣的 藍列的鎖定 那還有就假設說我今天呢 有那個定存的公式 定存的函數 定存的VBA 那VBA裡面的話呢 又有那個按下它之後 它可以幫我計算 那輸入金額 比如說60萬 按確定 自己跑出來 然後用函數 把VBA的東西 把函數如何用在VBA裡面 那有個清除 另外利率 假設現在是2% 我把它改成3% 按確定 有沒有 動態的幫我加 那現在是10年 我希望只要8年就好了 按確定 然後再按一個計算 再輸入你要的金額 一樣 有沒有 所以後面的話類似像 你說這個東西跟樞紐分析表 一不一樣 其實說有一些部分是類似的 但是樞紐分析表有它的局限性 它就是那些東西 當然如果你VBA的話 彈性就很大了 你可以自由去調整一個你要的一個範圍 那樞紐分析表 當然就是固定那些東西 各有它的優缺點 那互相沒有取代 不過就是說我們也可以我們有個呈現方式 那首先的話呢 定存 這個 請各位 這地方先試試看 它的公式一定是什麼 負利計算 所以它的做法一定是什麼 等於它原來的存款金額 在怎麼樣呢 乘上 乘上 一個乘 乘上什麼呢 刮乎一下 它原來的 原來的錢是1 本金是1 存款金額1 加上利率 加上多少利率 它的利率是這樣子 刮乎之後 那因為負利計算 所以是SHIP加上6 這個幾次方的符號 幾次方 那幾次方跟什麼有關係 跟年有關係 一年年利嘛 錢滾錢 錢滾錢 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四次方 五次方 根據利率 你的本金加上利率 這幾次方 打勾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放一年之後 它會增加650塊 這個是因為你利率的關係 那如果放兩年 放三年 或者不同利率 會有什麼不同的結果呢 那當然你需要什麼 向下 向右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鎖哪一個地方呢 特別注意 存款金額 無論向右 無論向下 它應該都不動吧 所以如果什麼都不動的話 記得呢 兩個都鎖 OK 第二個是說 後面這個 鎖籃還鎖列 三列 A欄 所以看到A欄怎麼樣 鎖起來 看到三列 鎖起來 好 做完了 也就是你公式先做完 再去考慮鎖定 鎖完之後 按打勾 向下 填滿 如果你的利率 假如說呢 呃 這個好像有點 怪怪的 625 120 這個應該是 應該0.125 這個是 百分之 125 到2% 2% 如果百分之 5萬 50萬的話 那你放一年 2%的話 就有多少 1萬塊 沒錯啦 50萬 對 1萬塊 OK 好 所以你會發現 後面的部分都是利息 前面的部分就是什麼 你所產生 前面的部分就是你的本金嘛 如果向下 OK 向右 OK 試試看 放的年數越多 當然越多 有沒有 放如果10年2%的話 也就是你放在銀行 10年之後會多出 大概 10萬9千多塊 的利息 OK